你好 欢迎收看2月21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路易慧 今天是国际母语日 原住民族委员会为了彰显原住民第二代 对母语的重视和学习的弃出心 常年举行多个母语推广活动 今天更是在花莲的美临饭店 举办2022世界母语日 原住民族语言赋证颁奖典礼及发展会议 行政局长苏贞昌 还有原住民族委员会的主委一将巴洛尔 及各地的民意代表都出席这场颁奖典礼 联合国将每年2月21号定为世界母语日 以宣传保护语言的重要性 并促进母语的传承 避免语言消失 原民会今明两天在花莲美轮饭店举行 2022世界母语日原住民族语言赋证颁奖典礼 即发展会议 活动包含了原住民族语言赋证颁奖典礼 传统领袖与机关首长营造族语 友善环境专题演讲 以及发展交流会议 同时行政院长苏贞窗也到场参加 我觉得宜教主委这些年来 这样子做我觉得非常的对 蔡同龙就是一再的交代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 对原住民族相关从权力升分到一切语言文化推动多样努力 所以这几年来的民会议算增加很多 官推动族语的议算就从每年一亿增加到五亿多 而且所以我看这个活动办得很有意义 原民会一将主委表示为了扩大奖励推动原住民族语言发展 有功人士机关以及团体 这一次获奖名额除由110年度的12名增加到23名 给予2万元到6万元奖金外 并由行政院长亲自颁赠12奖项 感谢大家为了族语推动做最好的示范 那今年我们颁奖的方式 我们是从家庭化开始 所以有家庭奖 然后有幼儿奖 还有主语保姆 然后呢 语推人员 那甚至到我们的学校的主语老师 一直到公务人员 以及机关 我们都有给他们来表扬 那所以总共有超过10个奖项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表扬方式呢 让我们的族人呢 鼓励他们多说主语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那今天很高兴 我们的苏院长呢 亲自专程来花莲 为我们的受奖者来亲自颁奖 我相信我们的族人朋友会感受到 政府对主语传承的重视 获得终身成就奖的林老师也说 他已经是退休老师 但是对于母语的推广还是非常热衷 也感谢圆明会能够把资源 挹注在部落 让母语的教育能够扎实 然后交了26年退休 退休后就从大会舞 从民主舞蹈比赛 每一次都会得冠军 大会舞呢 每年都会办一次大会舞 从这个大会舞里面各族群 让他们认识自己文化的美 也让他们自己认识自己语言的重要 因此我退休成立了一个高三五级文化艺术团 最主要的目的也是因为想透过这个乐舞 透过歌谣 从歌谣的歌词里面 让孩子们去学习自己的语言 这是我一直努力在做的工作 圆明会一将主委表示 未来将使用更多足以补助技术 并继续与中央及地方各工部门 民间团体以及部落族人 共同推展援助民族语言 保存以及推广工作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